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的下一代面向桌机的Meteor Lake S架构中央处理器 根据此前的传闻显示,预计在2023年的下半年推出 但后来一度被延后到2024年推出 现在有消息显示,Meteor Lake S将被取消 由Aero Lake S架构处理器接人 据海外媒体引用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称 英特尔可能取消桌机Meteor Lake S架构处理器 将由Aero Lake S架构处理器接体 因为Meteor Lake S的6P加16亿核心架构设计 是Raptor Lake S架构缩减板 可能没有竞争力,但可能是用低功耗行动平台 而Aero Lake S架构的桌机处理器 之所以成为Raptor Lake S架构处理器的接体者 除了与Meteor Lake S架构桌机处理器一样 都是使用全新的LGA1851插槽之外 其提供与当前Core i913900K相同的 8P加16亿核心架构设计 也是其具备优势的地方 此外,Meteor Lake架构处理器 应该是英特尔第一个使用 原期奈米工艺的Intel 4制程节点 并且采用大小核晶片设计的处理器 而之后的Aero Lake架构处理器 则是采用Intel 20mm制程 这是短时间内的巨大进步 不过,正如过去所说 英特尔能否在先进制程节点方面做得很好 将会是未来观察重点 此外,英特尔还将推出新的800系列晶片组 该晶片组将推出包括用于桌机的Z890 B860和H610 以及用于工作站的W880和Q870等型号 而如果一切顺利 英特尔可能会在2023年下半年 推出Raptor Lake架构处理器的更新 而不是最初计划的Meteor Lake处理器 然后,800系列晶片组将在2024年初 与Aero Lake架构处理器一起温室 不过,如果英特尔完全放弃Meteor Lake架构处理器 那将是令人震惊的 除了CPU,据外媒More Than More在3月底报道 即2019年将与手机相关的5G数据机业务 出售给了苹果之后 近期英特尔又计划将与笔电业务相关的 5G数据机技术转让给两家亚洲企业 联发科和广合同交易预计在5月底前完成 这意味着英特尔将在7月底前彻底退出5G数据机市场 实际上早在2019年7月 苹果与英特尔宣布达成关于智慧型手机调制解调器 及数据机晶片业务的交易 苹果将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英特尔的此项业务 交易完成之后 苹果将从英特尔获得智慧型手机数据机业务相关的2200名员工 相关IP和一些设备 整个交易在2019年第四季度底完成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英特尔当时出售智慧型手机数据机晶片业务后 实际上并未完全退出数据机晶片市场 英特尔还保留了开发PC平台 4G 5G无线产品的业务 并继续为笔电客户提供 4G和5G数据机解决方案 随着英特尔现任执行长基辛格提出IDM2.0战略 英特尔开始收缩产品线 更多的聚焦于核心的处理器及制造业务 在数年前出售了智慧型手机数据机业务之后 再次出售剩下的面向PC平台的4G 5G数据机晶片业务 属实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英特尔自己就是靠PC平台发的家 英特尔突然将其5G技术转让给广和通和联发科之余 目前他们正在推动驱动城市代码和许可协议的转让 另外英特尔曾在2021年之时就宣布 采用联发科5G数据机开发面向PC的5G解决方案 而广和通是中国领先的通讯模组厂商 同时也是英特尔的通讯模块合作伙伴之一 2019年2月 广和通还曾联合英特尔在MWC大会上 发表其首款5G物联网通讯模组 Fibicon FG100 其内置的就是英特尔XMM8160 5G数据机晶片 另外 此前英特尔创投也曾是广和通的第三大股东股东 有业内人士表示英特尔这一决定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将停止生产面向PC的4G和5G数据机 但它将与联发科合作 继续提供基于其CPU以及联发科数据机晶片的笔电蜂窝无线解决方案 但这并不影响英特尔的其他连接业务 包括WiFi 蓝牙 以太网 Thunderbolt 网络加边缘业务 尽管英特尔打算在7月之前彻底退出5G市场 但它仍将保留一个小团队来协助联发科解决硬体 软体和客户方面的问题 技术转让将在5月前完成 预计不会对英特尔产生任何财务影响 届时 所有使用英特尔5G解决方案的OEM合作伙伴 可以继续与联发科合作 为其现有产品提供更新和升级 至于4G数据机业务 考虑到存量市场 预计最后一批货将于2025年底前发出 英特尔通用汽车无线解决方案副总裁 在给More Than More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随着英特尔继续优先投资 IDM2.0战略 他们做出了退出LTE和5G的 WWAN客户端业务的艰难决定 他们正在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合作 争取实现无缝过度 以支援相关客户正在进行的业务 并确保英特尔的客户继续使用 联网PC领域的解决方案 随着英特尔彻底退出数据机晶片市场 目前在5G数据机晶片市场 仅有高通、联发科、紫光展锐、华为、三星这五家厂商 其中三星和华为的5G数据机晶片主要是自用 而且华为因受美国的制裁 也使得其自研晶片制造受阻 这也导致了目前公开市场上的 5G数据机晶片供应商 仅有高通、联发科和紫光展锐三家 不过在不久前的 2023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上 高通公司执行长就表示 他们预计苹果将在2024年 推出他们自己的调制器调弃 但如果苹果需要高通的 可以随时再找他们 高通说的就是目前苹果 也在积极推动的自研5G晶片 根据之前的爆料显示 苹果自研的5G数据机晶片研发代号 Webisa将基于台积电4nm工艺 但仅支持SUB6G 配套射频晶片则是采集于台积电7nm工艺 预计将会在2024年推出 有传闻显示 出于稳妥考虑 苹果可能会率先在 iPhone SE4采用自研5G数据机晶片 看市场的反馈 如果符合预期的话 iPhone 16系列可能也将会采用 自研的5G数据机晶片 但是 苹果可能不会太激进 iPhone 16 Pro系列 仍有可能会继续采用 高通的5G数据机晶片 为了守住口碑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